向大厂IC家制作开炮 拍短剧可不是资源降级 因为他们的演技在哪儿都是顶流 内鱼破破烂烂 短剧缝缝不过 谁能想到曾经一直玩梗的 内鱼要玩 到今天竟然真的快变成了现实 小成本零流量 却暴打一众208万 这四位短剧演员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一 李沐晨 现实版清醒独立的女演员 戏离世故事的女一号 戏外是我们的大女主 你以为短剧演员是因为接不到长剧 才被迫降级去拍的小成本短剧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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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斯藤的沈银灯 猛滑路的葛昭蒂 都是只看一眼 就印象深刻的出圈配角 李沐晨之所以自愿放弃长剧去拍短剧 完全是因为 在短剧可以接到更满意的剧本和资源 而且事实证明 他的确在短剧圈 闯出了属于自己的顶流赛道 二 何轩林 由北电博士进入影视圈 是你们的福气 正统课班毕业的高材商 何轩林的眼界 无论是长剧还是短剧 都让人难以忘怀 心落凝成堂里 爱世人爱葬身的神与清葵 情字里坚韧破碎 独立清醒的不成女主 凭一几之力带动了网剧界的门槛 我们短剧演员也可以血洗那鱼 三 李飞 拍了三年古装 点了三年的爱而不得 我们短剧界也有自己的第一美学天花板 李飞绝对是掌管短剧第一的神 她的情冷破碎当属第一份 一步受她一柄 给我帅麻了也刀麻了 除了大姐却魔改天了点 别打一点毛病都没有 放心全集观看 入股不亏 四 凡志兴 东北搞笑哥带着她的演技 在内娱大厦四方 从对我而言危险的她 到最近的她似火 有些人生来就是要演霸总的 一秒入线 三秒掉眼泪 但是全原生的台词啊 就够打脸内于不少演员了 最经典的 当属秃手灭火的名场面 为了拍好这段 足足深入五六条 胖到傲角 她只是做到了一个演员该做的 职业精神全靠同行衬托